婉婷 就是敏大成的女儿 崔连凤 你还我儿子命来 你有 你有证据吗 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证明吗 是你让他诬陷我的吗 是你吗 崔连凤 你不想再听你狡辩了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 我告诉你 我本打算让你尝远航的命 但是看在你在穆家十几年的份上 我饶你不死 但我会写一纸修筑 从现在开始 你和穆家没有任何关系 爸 你不要赶妈妈走 我求你了 一切 这一切 都是穆婉卿他指使的 婉卿 谭司令 他谋此次不请自来 实在有些事 只不过在人犯敏大成身上 搜到了一张东西 我实在不敢隐瞒 与您有关 与 与我有关 你去看 乌公 乌公 您还记得 这女童是谁吗 照片 是晚清小时候的 夫人 您也看看吗 你为什么会有我的照片 当晚闽大成冒死前回当铺 就是为了烧掉这张照片 他不曾婚娶也没有子嗣 所以我一直好奇 这照片上一只手的女人 和这孩子到底是谁 这不是婚婷 只是长得像而已 是吗 那这上面的镯子 怎么和您的一模一样 不是 是 陆公 您看看她 这位梁医生您还记得吗 十八年前就是她替慕夫人接生的 对 她就是为婉婷接生的梁医生 梁医生 婉婷小姐出生时是卒月吗 婉婷小姐确实是卒月所生 可您为什么告诉我不足八个月 让我好生照料 是夫人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这么说的 那我来告诉你是怎么样的 你和闽大成私通怀了身孕 所以你才替我妈妈去守孝 婉婷就是闽大成的女儿 我 她们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妈 妈 妈 你说话呀 我被你骗了这么多年啊 妈 你说话呀 妈 妈 你整理达到目的了是吗 你终于满意了是吗 你处心积虑地回来 就想算计 就想看到今天的我是吗 我只相信 人在做天在看 我们穆家 还是有公道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